华为的设计永远不会让我失望 听说这个材质罗链眼过去 它都没有事了 密集恐惧症我都不能看 这台子历经千辛万苦终于给我搞到了一台 我要讲一个成语 遥遥自在 遥不可及 遥遥领先 华为Mate 60 Pro 全马来西亚第一个开箱 就是我了 这台机的其实我在上个去杭州的时候 就已经摸过了 和那杭州的华为店 它不给我拍 所以我一回到来马来西亚 我就一顿猛操作 打电话PM 打电话PM 终于给我从华为三位Pyramid的店 接到了一台 而且还是我上次在杭州讲很美很美的白色 我这一台不是马来西亚机 它是中国版本的 马来西亚还不懂来不来 也不懂几时来 给我的感觉就是 华为的设计永远不会让我失望 尤其是这个白色 它的质感真的是很绝 整个设计非常Symmetry 很严格的中轴对称 上面一个大大的镜头圈 下面有点像镜头扩大出来的同心圆 X-Mage logo和华为 logo也是上下对称了 正中间 其实我觉得这个华为Mate 60的设计 它跟上代Mate 40是很相似的 就是说它的镜头是分布在圆环的外面 反而Mate 50跟Mate 30 就是同一个设计语言 它的镜头是在圆环里面的 单数是一个设计师 双数又是另外一个设计师的感觉 实际上是这样一个循环来的吧 but anyway Mate 60 Pro一共有四个颜色 我在杭州都已经全部摸完了 就是我的这个白 然后有一个紫色 有一个青色 还有一个黑色 这几个颜色就是故意用中国不同的地方取色命名的 什么亚串青啊 南乳子啊 白沙银啊 亚丹黑 它不只是配色颜值在线啊 它整个文化格局就上来了有没有 而且哦 它这个后盖哦 不同颜色是不同材质的 比如说我这个白色跟青色是同样材质 用的叫做一个颈线材质 不容易沾指纹 听说 这个材质螺链眼过去哦 它都没有试了 但是听说罢了 你们不要试啊 便宜啊你以为 而黑色跟紫色 我在杭州摸过了 它用的是树皮的 比较高级一点 下半部分是金属 上下是不同材质 线容品啊 而且还跟中框做一起了 电池结构全部都在这边 它手感真的很好下的 但是 有一个缺点就是 我当我拿到跟我看到第一眼 我就feel到了 它很宽 你看我单手握啊 我的大拇指只可以到这一边罢了 有一点拿不住了 女孩子可能有一点难嘛 那正面呢是坚硬的昆仑玻璃2.0 屏幕方面6.8二寸 虽然讲是曲面屏 但是 其实不是很曲面罢了 一点点点点而已啦 基本上可以当做直屏手机来用了 黑边讲真处理到很好 刚刚好有曲面玻璃覆盖着 所以所有画面都是正面秀给你看到 而且又可以把黑片隐藏起来 华为设计师 这次Mate 60 Pro 最大的改变我个人觉得是 三挖孔刘海 密集恐惧症啊 我都不能看啊 但是好彩 有一个button一按呢 是可以把它们连起来的 好彩彩彩 那这三个挖孔准确是有什么作用呢 智慧感知 比如说 一 跟着你动的表情包 在细屏动画下面呢 它detect到我的眼睛 然后我看里哦 它就看哪里 这个叫做 眼球追踪技术 二 检测注视 我放在旁边呢 还瞄一眼 屏幕会自动亮的啊 不看的时候呢 就会黑掉 而且只要我一直看着 屏幕就肯定不会黑 第三 AI 隔空手势 is back 啦 滑上 滑下 Screenshot 听说这个隔空手势 我在水里面泡之后 它都是可以感知到的 我是不敢try 因为这个手机不是我的 那我刚才是有自己试一下 整个手机的流畅度啦 Harmoni OS 4.0 它的动画优化 是做到蛮好的哦 比如说我开这120Hz Apps打开关掉 打开关掉 是可以随时说stop就stop的 而且整个动画过程是很顺 很生动的 这种体验哦 有点颈椎iOS的嘛 电池方面 Mate 60 Pro 终于跟它的祖传66万 So bye bye啦 现在人家是有88万 5000的话 配上一个88万快充 35分钟就可以充满 OK 现在重头戏 来到我们的圆圆的相机 50MP超光变摄像头 12MP超广角 48MP超微距长角 那因为这台手机不是我的嘛 所以接机时间呢 也是很有限啦 这里就浅浅先给你们看一下 我随手拍的样张 还有一个最重要一点 华为Mate 60 Pro终于有5G了 He is back 麒麟 9000X 5G 芯片王者归来 真的很感动 没有想到在美国的制裁下 华为还是做得出一台5G手机 但是它不会明确写5G的 它最多写4G Plus 我试下我自己的SIM卡 至于9000X芯片 它的Antutu CPU跑分是接近70万 GPU跑分是接近30万 综合起来是超过百万的 所以它的性能预测 是追得上SAT DRAGON 8系列 好啦 快速开箱就到这边啦 其实这台Mate 60 Pro 从突然开卖那一天开始 就已经是备受关注 备受关注到什么程度啊 就是iPhone发布会上 全部人在那边刷屏遥遥领先 就连我的iPhone懒人包下面 全部都在那边comment 可儿你其实要开箱遥遥领先 中国要买也是一滴难 却我自己也是透过华为上面的PIRAMI 才可以接到一台机 所以如果你们想要知道更多的话 你们可以找他们 我自己现在反而最想知道的就是 买小品牌的悠悠领先 你来不来啊 非凡大使呢 廖德华呢 交出来啊